林初九衣衫不整,明显穿着一身男人的衣服,出现在城门口,要说林初九没有遇到什么,太子都不相信。 太子最近被林相调教了一段时间,虽然在说话方面有所进步,可做起事来仍旧少点聪明劲,他现在只想着揪出林初九的错,好让萧王府与林初九难堪,却没有想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吵闹,多丢皇室的脸面。 太子执意要上马车,侍卫拦不住,可并不表示林初九也拦不住,在太子冲上来前,林初九先一步打开马车,从马车里走出来,却没有下马车,而是站在马车上,居高临下地看着太子。 太子这是怎么了?我的马车里是有朝廷要缉拿的命犯,还是有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,要劳太子亲自来上车查看。 黄审,本审,本宫只是担心你有事,这才上前询问。太子这才发现,自己此举不合一,眼眸一转,指着几个护卫的。 黄审别生气,这几个侍卫不懂事,以下犯上,本宫这就处罚他们,来! 太子殿下,林初九出言打断,虽然一身破衣烂衫,可周身的气势却是强硬霸道,丝毫不弱于一身华服的太子。 你是东文的储君,可我也是你的长辈,随意教训长辈的护卫,这就是太傅教你的。 太子脸色微变,却没有发怒,而是整了整衣袍道,这几个侍卫以下犯上,本宫不过是带皇神你处置罢了,想必皇神不会在意。 我在意,林初九半点面子也不给太子,不等太子开口,又道,太子,这件事,我会进宫和皇后娘娘说,我想皇后娘娘定会还我一个公道。 说完,林初九头也不回,钻进马车,起程,谁敢阻拦本王妃进城,统统演过去,死了我负责。 说,林初九这话,声音不小,至少周围的官差和太子亲兵都听到了,本想帮自家主子上前挡住马车的亲兵们, 遥愈一下,纷纷让路,真要被碾死了,太子还能为了他们,叫萧王妃拼命,做梦吧。 排队进城的一辆马车上,一子一男子看到这一幕,不由得瞪大眼睛。 灯纷的太子怎么这么窝囊,在他们难瞒,太子的权力可极大,这什么皇审算什么? 皇上不喜欢,皇后不管,他能有什么本事? 和他同车的男子,一脸嘲讽,连萧王妃前晚被人掳走了都不知,太子简直可以找块豆腐撞死了。 紫衣男子摇了摇头,原本还想着,等晚有一个平庸的太子,必然会办。 现在看来,这个太子不过是个靶子,一点意思也没有。 不过,那萧王妃倒是挺有意思,之前传闻他会医术,能医好梦修远的雅吉,现在看来,似乎传言是真的。 萧王娶了一个极好的贤内助,也难怪太子急着毁掉他。 同车的男子看着一脸愤怒,却不得不忍下的太子。 不由得笑了,太子的想法是对的,只是做法错了。 太子出来见临秋酒没有错,可说了那几句话就足够了,剩下的。 只要让手底下的官在早朝上几封折子,誓则萧王妃负得败坏,贞洁不在,不配为萧王妃就成了。 哪里需要当街让人难堪?让萧王妃当街难堪有什么用? 那些个普通百姓敢传萧王妃的留言? 而且,就算普通百姓敢传又如何?只要文武百官不提,普通百姓间传得再不堪,也动摇不了萧王妃的地位。 永远看不清问题关键所在,太子真正是叫人同行。 因太子在城门口闹那么一出,许多人都知晓临初九在城门的事,有好事者一打听,便知了原委,当即就回家写折子去了。 太子想不到的事,可并不代表别人想不到,他们这群御史不仅可以参萧王妃一本,还能参太子一本。 林相最近与太子关系亲近,不是很嚣张吗?他们现在就把太子的气焰踩下去,看你林相还怎么嚣张。 右上一派的官员摩拳擦掌,准备明天早朝一战。 林初九上了马车后,医生系统就果断闭嘴了,也没有再提醒他有病人没有救治。 要被惩罚的话,林初九猜测对方的病可能不严重,进城找到了大夫。 马车安安稳稳稳地回到萧王府,下了马车,林初九依旧要先去沐浴梳洗。 这一次,萧王府上下没有一个人敢多说半个字。 早早安排好软轿,将林初九抬回院子。 翡翠四人这个时候刚收到消息,正从望风崖下赶回来,院子里只有春喜和秋喜在。 两人见到林初九的模样,皆红着脸一脸关切,却被林初九打发了出去。 不过是几个月相处,而且他们两个一心把萧天耀当成主子,怎么可能真关心他身上的伤,那表情简直假到不能再假了。 林初九身上的擦伤和撞伤非常多,根本没有办法泡雨。 林初九洗了头发后,早早地包了起来,拿着毛巾将身上擦了三遍,这才满意。 收拾干净后,这才记得给自己上药,将瘀伤揉开,只是背后的伤他依旧看不到, 只能稍后等翡翠他们回来再说了。 要揉开瘀伤,需要得下重力,这个过程非常痛,不亚于医生系统给他的惩罚。 而多次被惩罚后,林初九发现自己忍痛的能力又提高了,至少他往死里下狠手时,不会疼得大叫了。 一番折腾后,林初九已经累得不行,招来春喜和秋喜,让他们准备吃食,又问了一句, 王爷那里有没有传话来? 王爷说,让王妃你好好休息。 秋喜如实达到,态度比之前更恭敬,府上最尊贵的主子就是王爷和王妃,他们是照顾过王妃的人,现在王妃不用他们,他们根本没有更好的去路。 知道了,告诉王爷,我用完膳就去见他。 萧天耀说得好听,林初九却不敢拿大,他相信他要真敢在屋内休息,不去见他一面,那个男人肯定会气死。 林初九猜得没有错,萧天耀这个时候确实很生气,不过他并不是弃林初九,而是弃太子。 一个没有实权的太子,居然感动他的王妃,简直活得不耐烦了。 本章完。